追比国库欠款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说弄到今儿个这个局面 只怪四弟做事太操窃了 为了偿还国库欠款 太子应仍在猪一样的队友建议下 竟然干起了卖官欲绝的荒唐举动 只是太子应仍似乎忘了 立不上书魁绪乃是巴野党的坚定成员 这样一个足以让太子应仍彻底凉透的大好机会 黄八子应似怎能放过 于是魁绪趁着黄长子应之御前当差 康熙皇帝圣心不悦的绝佳机会 带着六位花了钱的官员前往必见 面对黄长子应之的接连发问 魁绪强调了两点 其一六位官员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二太子甚至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 在黄长子应之的身上似乎从来没出现过意外情况 于是这六位官员顺利见到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也顺利地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再加上黄长子应之的有效助攻 太子应仍卖官欲绝的行为坐实了 太子应仍这边听到立不趁着黄长子应之当职的时候 前往必见已经察觉出事情要败露 感到康熙行在又正好看到了那几位花了钱的官员 心中更是有数了 见到李德权 太子应仍问道 李公公 知道皇上为什么叫我吗 是不是这几个官员说了什么红话 来看李德权的回答 这几个官员是大爷引荐的 当时奴才不在殿里 太子应仍的地位和声望虽然在逐渐降低 但他仍然待在储君的位置上 也就是李德权未来的老板 所以只要太子应仍一日在位 李德权就要或名或案地站在应仍一边 这不关乎战位 更不关乎夺敌 而是工作责任 工作需要 所以李德权必须提前提醒太子应仍这次召见的潜在危险 大爷引荐 您小心点吧 同时李德权还要保持自己一贯的自保原则 奴才不在殿里 这件事和我无关 来到狱前 慌乱的表情 紧张的战力 已经出卖了太子应仍 也足以让康熙皇帝明确 太子应仍确实干出了卖官欲绝的荒唐举动 只是康熙皇帝可不希望听到太子狡辩 更不屑于同太子纠缠 他只是希望太子能够主动承认错误而已 毕竟相较于国之储君的重要性和废出太子引发的夺敌之争比起来 卖官欲绝的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康熙皇帝开始提醒太子 应仍在前门大街卖家当 还打了田门径 你知道 一大帮子老臣 到镇这儿来哭的事 你也知道 应仍叫卖家当 老臣欲前哭闹 用来偿还国库欠款 你的钱是怎么还的 应额的行为不顾朝廷体面 老臣的行为也让朕脸上抹黑 你的行为又该如何定心 说到这里 太子应仍仍然没有反应 于是康熙皇帝又追加了一句话 朕不明白 欠债还钱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干起来就这么难办 居然还有人以死抗争 我大清的官员 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 这个债再追下去 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结尾 这个债再追下去 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会不会有人卖官欲绝 用以偿还国库欠款呢 只是太子错毁了康熙皇帝的敲打 一股脑袋将过错 推到了黄四子应征和田文静的身上 黄阿玛圣明 追比国库欠款 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说 弄到今儿个这个局面 只怪四弟 做事太操怯了 再加上 他推荐的那个田文静 性格怪癖 不通人情天理 把一件原可慢慢办好的事情 给弄砸了 听到这里 康熙皇帝彻底无奈了 你是太子 底下人做得不对 你说说嘛 底下人做得不对 你身为储君又做的什么事呢 为了进一步提醒太子 康熙皇帝紧接地拿出了 那份官员名单说道 这是历部报上来的 外放官员的名单 你查一查 行的话就批了吧 接过名单 太子应仍明显放松了警惕 舒缓了表情 庆幸 窃喜 心中甚至生出了这种事 都不批评我 我还是黄阿玛最心爱的 小宝宝的感觉 接连地提醒 疯狂地暗示 太子应仍未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甚至觉得康熙皇帝 关注的焦点 根本就不在自己身上 殊不知 转身离开的康熙皇帝 发出了一句无奈的感叹 这就是我大清将来的皇帝吗 看来太子应仍的背费 只是实现问题了 太子应仍为何当不上皇上 因为他从来都没 摆正过自己的位置 你已经是国之储君了 你要钱干什么 要人干什么 和其余皇子争什么 站在康熙皇帝身后 协助康熙皇帝压制和平衡皇子王功 朝廷重臣 谁能把你的储位挣走 为了稳定朝野局势 为了避免夺敌局面的出现 康熙皇帝从皇患之灾开始 就一直在维护太子应仍的地位和威望 但应仍却始终视康熙皇帝为自己的对手 为自己的障碍 想尽办法的对付 用尽手段的敷衍 既然你自己都把自己当成了普通皇子 就别怪康熙皇帝对其重新考察 重新考察你的人均器语 执政能力 就卖官欲绝这件事而言 太子应仍已经明确事情败露 却只因为康熙皇帝没有明确训斥 就心生侥幸 甚至推脱罪责 大清国不是你的呀 卖官欲绝伤害的不是地方官员体系的建设呀 这说明你压根没将朝廷放在心里 康熙皇帝又怎么会将皇位传承给你呢 此时的太子应仍已经不值得康熙皇帝挽救了 我是龙哥 带你换种视角解析雍正王朝 喜欢请点个关注 更多精彩分析持续更新中 我这日子应为了 好 好 中文字幕——YK